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 现在是美东时间10月23号星期六 欢迎收看今天的每日邮报 美国因货车司机严重短缺 洛杉矶、长滩等港口堆积了大量的货柜 导致大量货轮无法入港 为了解决物流难题 目前部分公司开始向入职者提供15000美元的入职奖金 甚至以六位数的年薪来吸引卡车司机 因此业界形容 现在商业司机证的价值可以和黄金媲美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目前运输业出现严重的人手不足 另外再加上在2028年之前将有近60万司机退休 因此该行业只在今年估计就得招聘8万名司机 为此多家公司各出其招以巡目卡车司机 例如美国食品公司为了在北加州争抢司机 开出的时薪近高达38.5美元 入职者还可领取15000美元的签约奖金和1000美元的季度奖金 另外JK运输公司也在6月份时公布 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 而求职者却相对减少 公司将确保每位符合资格的司机 年薪至少达到10万美元 加州货车业联会副主席田佑福表示 现在几乎每家企业都在招人 也都愿意提高薪资 在平均薪资增幅达到20%的基础上 还引入了签约和留任奖金等其他机制 同时还愿意配合司机的作息时间 尽可能的安排他们在居住地上班 以便晚上能够回家 他说现在已经是司机的天下 商业司机证的价值可以和黄金媲美 目前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国的房屋保险保费一路上涨 这让很多面临经济压力的消费者 试图考虑是否要取消某些投保项目 据美国保险资讯研究所指出 从2017年到2020年 美国的房屋保险保费平均增长了11.4% 据保险费用追踪机构市场侦查指出 加州和佛州的某些地区 房屋保险费已经上涨了25% 房价在200万美元以上有着较高野火风险的房屋 保费的上升幅度也随着水涨船高 据保险资讯研究所统计 目前全美房屋保险的年费平均为1398美元 另外据市场侦查的数据显示 房屋保险的保费在2021年 可能还将进一步走高 今年第二季度的保费平均增长了4.8% 到第三季度约再调涨6.6% 华尔街日报指出 导致房屋保险费用增长的因素 其中包括建材价格上涨 供应链危机等问题 导致保险公司的房屋修缮和重建成本开销提高 然而保费的节节高升 却让消费者开始面临取舍困境 据旅行者保险公司个人保险部总监克莱恩 本周对分析师说明指出 出于美国发生劳工短缺 借财成本上涨等综合因素 第三季度的房屋保险保费高过公司的原本预期 他说为了应对当前的市场状况 接下来房屋保险费用仍将持续增长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家住佛州墨尔本海滩的布罗哈恩 他的房屋保险费在过去几年间迅速增长 2450平方尺的房子 保费在2019年已达到5596美元 对此 布罗哈恩询问保险公司 有什么办法可以节省保费 然后他根据保险公司的建议 在去年为房子加装了抗飓风车户门 并将窗户升级为抗飓风等级 同时他按照房屋建筑的相关规定 对屋顶进行了加固 并找来了专业验房师 全程记录了屋顶加固的施工过程 报道指出 布罗哈恩的各种施工 开销总计约3000美元 但他的房屋保险费 却因此降到了每年约3000美元 相比每年5000多美元的保费 他说基本上我们在第一年 就把保费赚回来了 日前在德州的马丁戴尔市 发生一起枪击命案 31岁男子阿迪尔在和朋友聚会后 第二天前往女友家中取车 回城途中可能是因为迷路 而停下车来打算问路 不料却被65岁的屋主赫里 当作入屋盗窃者而被击毙 据当地警方表示 受害人当时遭到枪击 重伤后随即被送往医院急救 最终不治身亡 事发后受害者家属 因不买警方为逮捕嫌犯 而怀疑警方掌握的资料不实 于是要求对此案 立即展开独立调查 事后警方回答称 由于嫌犯特里声称 案发时他因为发现一部可疑车辆 怀疑可能是私闯民宅的歹徒 所以他才向车内的人开枪 当时因特里全程配合了 警方的调查 因此才没有立即对他实施逮捕 后来探员们和他进行了多次面谈 并执行了多次搜查令 最后对他实施了逮捕 死者阿迪尔的家人认为 阿迪尔是在10月10号晚上 在圣埃东尼奥的郊区 参加了一场烧烤聚会 第二天一早他离开聚会 去他女朋友家取车 而他出现在事发房屋外面 是因为他迷了路 之所以停下来是打算问路 没想到结果就发生了悲剧 而阿迪尔被枪杀的地点 离他女友家的路程 只有7分钟距离 目前此案仍在调查中 就在全球领袖将于11月 在格拉斯哥举行 联合国气候峰会 COP26谈判之际 拜登政府于21号针对气候变化和国家安全问题 发表全面评估报告 明确阐述了全球暖化对世界稳定所构成的重大挑战 气候变化将导致全球安全的长期威胁变得更为严重 这份由美国国土安全部 国防部 以及白宫国家安全会议 和国家情报总监等单位发布的报告显示 由气候变化所引发的转变 可能将重塑美国的战略利益 为中国等竞争对手提供新机会 增加了朝鲜和巴基斯坦等核国家的不稳定性 使美国的国家安全部门忧虑日益加深 这些报告指出 在前总统川普执政的四年 美国政府对气候议题持怀疑立场 对所有与气候相关的安全问题毫无作为 因此拜登政府则要准备承担 因全球暖化对国家安全带来的影响 据分析指出 这些报告改在拜登总统前往格拉斯哥 参加联合国气候峰会前发布 似乎是在刻意彰显 拜登政府将对气候变化采取相关行动 拜登原本希望可以借国会通过包含了 应对气候变化的庞大预算法案 以此重振美国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国际领导地位 但国会的相关议程至今仍停滞不前 国防情报机构警告 全球暖化将使国家之间的冲突变得更加恶化 随着军事紧张局势和不确定性的加剧 这将导致更多的人流离失所 同时也将增加迁移人数 从而进一步激起移民潮 国土安全部警告 随着北冰洋冰层融化 对鱼类、矿产和其他资源的竞争将会变得更加激烈 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 到2050年时 全球可能会导致数千万人流离失所 其中南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 和拉丁美洲的被迫移动者将高达1亿4千万人 此外,美国金融监管机构也开始首次将气候变化标记为对美国经济的新兴威胁 据联邦委员会的一个报告显示 飓风、洪水和野火等更频繁 且更具破坏性的灾害 将导致财产收入损失和业务中断 这可能会改变房地产等资产估值方式 另外,据国家海洋暨大气管理局的数据显示 截至10月8号,2021年已发生了18起天气气候灾害事件 每起灾害的损失都超过10亿美元 日前,好莱坞著名影星鲍德温在新墨西哥州拍摄新片《Rust》过程中 不慎用道具枪误杀了一名女摄影师 另外,导演也受了重伤 据当地治安部门对外投入 鲍德温在拍摄枪战戏时 射中了42岁的女摄影师哈丽娜 另外一名受害者是48岁的导演乔尔·苏扎 据当地警方证实 导演苏扎被误伤后 随即被救护车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情况非常危急 报道指出 好莱坞发生枪击意外 这已不是第一次 此前,李小龙之子李国豪 以及美国著名男演员乔恩·埃里克 也都惨死在道具枪下 乔恩·埃里克是在1984年10月 拍摄电视剧Cover Up休息期间 拿着一支手枪玩俄罗斯轮盘 他原以为枪里没装子弹 最终不幸发生了意外 而广受华人熟知的李小龙之子李国豪 在出演科幻动作片《龙族战神》时 他和另外一位演员对戏 对手演员持枪对着他 原本装着空包袋 但没想到的是 这把枪却在前一天 有一颗石弹卡在了枪肠上 最终发生了意外 日前据媒体传出 白宫有意争取 在11月举行拜席会视频峰会 并向全球展现 美国能负责任地处理 两个超级大国间的竞争关系 据路透社20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美国将争取在11月份 举行拜席视频会 但两人的讨论议程 可能要等到和盟友讨论后 才可敲定 拜登团队试图降低 各界对拜席视频会 可能成型的期待 同时也拒绝透露 可能讨论的议程 但他们强调 如果一旦成功安排会议 这本身就是一项重大成果 希望可以让外界看到 华盛顿是以负责任的态度 在处理美中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 也可谓美中之间的 长期战略竞争带来稳定性 从表面上看 美国积极争取会谈 仿佛中国占了上风 但拜登政府却有意改变这一观感 认为这是美国展现 负责任强权的格局 前美国国务卿亚太助卿 董云商表示 拜习视频会 应该会有助于填补 双方沟通上的空白 这将使 人在急速走下坡的中美关系 有一个底线 虽然这不是真正的结果 但也会防止形势的持续恶化 上周在美国南加州发生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两位身穿黑色上衣 操着一口中国北方口音的华裔青年 在洛杉矶的一家中餐馆用餐 两人点了一桌约100美元的菜 正准备开吃 此时突然听到隔壁桌的华裔顾客 唱起了美国国歌 两人随后怒斥隔桌顾客 说明明就是中国人 为什么要唱美国国歌 并且还以此为由大闹餐厅 坚决表示拒绝付钱 然而这个过程 被餐厅的监控录像拍下 引发网友的一片热议 据媒体报道 此事发生在13号晚上7点左右 洛杉矶社区大学理事长方树强 在当地华人区哈达仙港一家餐厅 正在为竞选加州第49选区众议员 举办募捐宴会 现场嘉宾来了四五桌人 宾客分别是南加州政府的华裔官员 以及当地的华人社团代表 现场人员按照美国的传统 在用餐前起立合唱美国国歌 但这两位年轻人看到这一幕后 表示强烈不满 他们当场摔下碗筷 质问跪谈领班 说明明就是中国人 为什么要唱美国国歌 随后两人便怒气冲冲的 起身走人 通过监控画面可见 其中有一位年轻人在离开前 本想掏出钱包 试图买单 却被另一位男子阻止 他说 中国人唱美国歌 太气人了 这钱我们不付了 说完两人便离开了餐馆 事后餐厅老板在受访时表示 起初还曾怀疑这两人只是在胡缠 找个理由以此骗取一顿霸王餐 但后来发现餐桌上的饭菜几乎都没动 足以可见这两人是真心动怒了 老板表示 除了餐费上的损失以外 他也无法理解这两人的观念 因为生活在洛杉矶的华人 大多数早已都取得了美国国籍 很多人甚至都是在美国出生的华侨 如果这么不喜欢美国 你为什么还要不辞千里的跑来这里找罪受呢 对此加州的刘龙珠律师表示 因美国宪法有言论自由 如未构成对社会秩序的影响 罪名便不会成立 最多也就让人感到观感不佳而已 但如果你要是尚未入境美国 而是在机场海关被发现手机内 从有反美言论 那么很可能就会因涉及国家安全罪 而遭到逮捕 并被驱逐出境 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美国疫情 截至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2021年10月23号14点 全美确诊人数累计46264596例 累计死亡人数755721人 今天新增的确诊病例 是82,483例 死亡1610人 加州新增6,996例 死亡119人 德州新增4875例 死亡223人 佛州新增2006例 死亡数据缺失 纽约州新增4003例 死亡32人 伊利诺伊州新增2969例 死亡32人 滨州新增4496例 死亡82人 新泽西州新增1706例 死亡23人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